好,我們現在知道的是一個重點的內容 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簡單的化學劑量就是 SWAT 反應物的需要量 或者是生成物的生成量 我有這麼多的 A加B變成C加珠 我有這麼多的A跟B 能夠產生多少的C 我需要這麼多的珠 需要更好的A或B 這叫做簡單的化學劑量 計算我們的反應物的需要量 或者是生成物的生成量 好,重點就是我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因為方程式告訴我 A加B怎麼變成C加珠的 而其中有一個叫做均衡係數 你還記得嗎 我們說均衡係數代表什麼 均衡係數代表什麼東西 那個1,2,3代表什麼東西 我前面教過啊 沒反應 我會代表叫做個數 然後講過化學加什麼算個的 more對不對 算more 那我選上1A加2B變成3C加珠 我就知道 1個A加2個B會變成3個C加1個珠 我就想它的個數關係 那化學家是用more算個數的 所以我就知道它的more關係 所以我在做簡單的化學劑量的時候 就在算more 就在算more 好,1個A會產生3個C 1moreA會產生3moreC 所以我看我有幾moreA 我就知道我有幾more的C 就是這個意思 OK 所以我們就在算more數 那more怎麼算 我們教過兩個做法對不對 哪兩個你還記得嗎 那個分子數 分子數,個數 個數怎樣 除以6乘以423方很好 還有一個怎麼算 刻數 刻數就是質量 除以什麼 分子量 原質量或分子量,很好 這就是我們算more的方法 剛才跟你講說化學劑量就是 我寫出方程式知道A跟B怎麼變成C跟豬 上面有均衡係數 就告訴我幾個A會有幾個C 那就是more數 所以化學這樣算more 那怎麼算more 就這樣算more 一個叫做個數除以6乘以10的23之方 一個是質量除以原質量或分子量 個數就是你要算的東西有多少個 叫做個數 那麼質量 那麼質量要用功課做單位 除以原質量或者是分子量 原質就帶原質量分子就帶分子量 然後就可以算出more 然後我們的就解決掉了 OK 這就是我們 好,那到底要怎麼樣去做化學劑量 那到底要怎麼樣去做化學劑量 你告訴我算算more嘛對不對 那我們到底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怎麼做呢 那 老師 我們到底要告訴你 然後 以後還會多教一個算末的方法 就是用末濃度算 不過以後再說 我們還沒有教到 OK 好 來 剛才講說 那我到底要怎麼做 第一步 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這一步在考試題目裡面幾乎是不用做的 絕大多數的題目都在考的時候 就已經把均衡的係數 有均衡係數的方法都寫給你了 所以不用寫看就好了 少數題目是有寫方程式 但是沒有平衡 你要自己平衡好 更少更少的題目是寫都不寫 你要自己會寫 但這種題目非常少 所以我們說第一步是寫出方程式 知道幾個A加幾個B 會變成幾個C加幾個出 把它寫出來 通常是不用寫 題目上已經寫好了 OK 方法會有已經寫好了 那你寫完之後 你就曉得幾個A會變成幾個C 你就曉得more關係對不對 你既然曉得more關係 又表示我要把定做做怎麼樣 都要換成more 所以就要把已知條件跟所求 全部都變成more來表示 都變成more來表示 因為這樣子你才可以套回去 你剛才知道的more關係中 就是第三步 你算的more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當然講過了 均衡係數就代表的就是個數 也就是more數 所以我求出來的more就會等於 這個比例就會跟均衡係數比是一樣 所以第三步就是more數比 就是均衡係數比 就是我教你的三個步驟解決簡單的化學計量 第一寫出均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第二把已知跟所求都換成more 第三more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這個非常的正常 因為你寫出方程式 你才知道多少a會變成多少的c 那因為這個多少 2a 1a 3c 4c 那些數字都代表的是more數 所以我要把東西都換成more 換完之後比例就會一樣 more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等一下在實際解題的時候 我還會用一個變成質量的方法去算 給你看 但是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那你就知道 後面再講 那是我教你的三個步驟要會 另外要請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1a加2b變成3c加珠 這是用掉1a用掉2b 產生3c跟一個珠 這是用掉的 用掉的 有用完的 可是有的題目是會有過剩的 我有1a加上3b 就我給你2a跟3b 那a會剩下一個對不對 會有過量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過量的 我們帶進去的那個more數比 是用掉的 用完的 或者是產生的 那有人反應物有過量 有過量 所以如果題目我只告訴你 我有這麼多的a 產生多少的c 那沒有問題 可是我如果告訴你說 我有這麼多的a 還有這麼多的b 問你有多少的c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 有沒有人是過量 過量的超過的不能用 你只能用那個用完才能夠用 懂我意思嗎 所以在這個我們後面有題目 所以如果我題目裡面 反應物給你兩個以上的 你就要注意 有沒有人是過量 有沒有人是過量的 好有沒有過量 這就是在算的時候 要請你注意的事情 OK嗎 OK